一出生就没有了四肢 但是对生命却永不放弃 澳洲生命斗士 尼克来到台湾了 一下车四肢不健全的Nick 尽管重感冒还是面带笑容 给小朋友爱的抱抱 热爱踢足球 Nick用仅存的左脚掌 用力一踢A十分殆劲 跟小朋友互用头顶球 更是没问题超有架势 您觉得他是不是很面熟 因为现在你现在看到一个奇迹 正在前面 慷慨激昂 振奋人心 没错 他就是2008年 对着十万人演讲 一炮而红的生命斗士Nick 本尊现身台湾 一出生就没了四肢 来自澳洲的Nick 不因此丧志 游泳 冲浪 难不倒他 还寻回各国演讲 传达永不放弃的概念 就像他看着小朋友跳足球舞 还用脚掌打拍子那样的热情 Nick把害怕 慌张 统统放一旁 珍惜身上所有热爱生命代言人 非他莫属 民心文中配 黄信如台北报导